注意看,摩坛见证历史的时刻,巴士人口大战一触即发 欢迎大家收看,平川解说,Soin大战Happy,巴士人口,巅峰对决 平川说冷静天天聊魔兽,大家好,我是平川 大家心心念念的Soin和Happy的对决,第三场,它来了 好,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地图选择的是TH潮汐猎人 出身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兽宗,艾迪Soin,韩国的第三大兽宗 Soin的话是一个欲强则强的选手,平时看起来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是一旦遇到什么巅峰的选手,有时候打了就非常猛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下角红色的亡灵,艾迪Happy 来自于俄罗斯的亡灵选手,目前的大魔王 但最近不知道Happy啊,这个胜率不是特别的高 输的选手有点多,真的是有点多 不知道是因为最近邀请他的比赛比较少了,还是什么情况 好,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Happy的话没有战术变化啊,还是DK,狗留开 那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Soin的话还是选择剑胜 剑胜这一局的话大概率又是飞龙了啊 感觉Soin体验到了飞龙的精髓 飞龙的精髓是什么呢 总结起来,能趋能缩啊 能打的时候要打,不能打的时候要归缩的时候必须得归缩 前期划前中西猥缩,后面的话人口报起来啊,直接硬钢 好,Soin的话选择的是剑胜开局也是卖TP Happy这一边开局也是卖TP 开局两人都卖TP 好嘞,剑胜过来,抓你练集 那DK的话要赶紧练,再玩一会儿,剑胜就来了 家里冰塔一升,收租的话二倍已经开始升了 Happy的科技还是落后一点点 这没办法啊,收租这一边的话冰淫都不放 单地洞直接跳本 科技进度确实非常的快 好,我们看一下Soin开局是买了一个贵族头环 Happy这边打了一个攻速手套 Happy表示装备我是全靠打,Soin我的装备全靠买 好,这里打了一个力量手套 可以,抢了你一个装备 那Happy的话第二个点选择的是练分框 看分框这边能不能再搞他一个弓爪出来 剑胜过来了 Happy来,手起倒落 好,开局双弓爪 Happy这一局感觉开局不错啊 应该会比前两局舒服一点 应该说比第二局舒服一点啊 第一局的话,Happy虽然打得有点奔放啊 但依然是催酷拉朽 第二局的话就有点郁闷了打的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DK两级 经验值,领先,装备也非常的不错 那这一局的话Soin看看后面打得怎么样 目前来看的话,嗯,没有拿到什么优势 好,科技情况的话 Happy家里二本身放坟场 后面的话看看是选择出蜘蛛还是说出天鬼 第二局选择的是出蜘蛛 感觉蜘蛛的小国不错啊 当然这也要是看地图啊 并不是什么地图都是同样的战术 哎呦,这一国剑胜打得有点强啊 这个剑胜怎么那么猛啊 Happy表示我这装备也不错啊 部队也不少 结果还是被这个剑胜砍得稍微的有点费劲 剑胜继续收割小狗 没有没有 部队一多,我还是先撤一撤 科技情况的话,兽足二本他已经升好了 Happy的二本才刚刚升了一半多一点点 那二本之后呢 兽足二发的是一个小歪 家里放下了双兽篮 然后升三本 依然还是爆飞龙的打法 目前来看的话 飞龙效果感觉确实不错啊 毕竟打了Happy一个1比1 看一下第三局收影的一个继续发挥 好,这边狗子的话跟剑胜在这里捉迷藏 然后DK带着兄弟们去外面练极了 诶,这里买了一个优越之剑 呜,这个点也能练啊 二级的一个DK练这个五级的蓝胖子 运气好,能搞个大雪大蓝 可以 这波骷髅只有一个了 赶紧练,赶紧练 一发C 呜,这里练的也是很极限啊 好,打的是一个抽蓝棒 那也还行吧 呜,剑胜 转角,遇见 没有遇见啊 DK他跑了 嘿,没办法,两个人啊,有缘无分 好嘞 Happy这一边一看剑胜不来骚扰我 那我双线练极 搜引这边傲英雄小Y出来了 小Y一出来 接下来就配合剑胜把等级往上刷一刷啊 与此同时呢 家里开始转飞龙了 飞龙数量多起来 时不时去Happy家里杀几个农民 然后迅使把分框给开出来 这一局啊,大概率是这样的思路 好,目前剑善是一级 小Y也是一级 但是DK这不知不觉就三级了啊 DK表示,这一级过渡的还是比较的顺利 看一下缩影家里 缩影家里的话三个地洞 飞龙的数量现在是占了一个 马上两个 两英雄练这个分框 练的还是比较的舒服 毕竟这张地图小怪比较的多 好,练完这个点 我们看一下Happy现在依靠等级高 练级的话比较的奔放 当然啊,要等乌妖出来 后面对方有飞龙 你这边不一定搞得过 家里看看有没有开始啊 还是要出天鬼过渡一下 前击的话一个天鬼是能打印一个飞龙的 骷髅一招,即侦查一下 DK的话玩起来就像剑圣一样啊 打完装备就走 所以这一边 我们看一下剑圣是终于是到了二级 小白也即将到二号 骷髅过去看一看有没有去开矿 三本生好,第一时间先把这个毒渗一生啊 毒一生,三本毒飞龙 战斗能力确实很加好双方中间相遇了 相遇之后,DK抽蓝棒抽一下对手 小歪,嗯,没问题是吧 我满蓝随便你抽啊 剑圣,过来看一看 两个人的话都比较的谨慎 没有慌忙的出手啊 也是评估一下对手的战力 三十六,三十九,双方人口差不了多少 这边巫妖的装备还可以 DK双公爪都给了你 好,这里要过来抓你练集 诶,你两个飞龙这一波的话 不死都上来一个诺瓦不 诺瓦NC一下 来,好,天鬼 哎呦,一个天鬼打三个飞龙 压力有点大啊 DK这边的话也怪 我帮你接盘一下 好,这一波收音还是很细 三个飞龙没有掉 第二个天鬼也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收音要转一点自爆了啊 对方的天鬼数量越来越多 那飞龙打天鬼还是有点吃亏 转一点自爆 打得就舒服了 现在Happy打得比较多主动 一直在抓收音练集 收音一个自爆出来了 自爆看看能不能一口气撞两个 小歪刚才被变 哎,Happy 好,Happy还是 怂了怂了啊 Happy没有选择用小黑了 可以 我还是选择炼金吧 炼金打飞龙 那小黑打飞龙确实效果一般般 尤其是在乌妖阵亡的情况下 完全就没办法弄这边的一个空军 好嘞 那现在的话 炼金术是双线 炼一炼集 Happy 嗯,也是妥协了妥协了啊 再也不嚣张了 我还是三发一个炼金 炼金打飞龙 比较猛一点 现在等级赶紧提一提吧 现在等级稍微的有点低 所以打得非常非常的保守啊 现在就疯狂练级 往正面不给你打啊 身上随时买好这边的一个加速卷轴 见到你打追我 我直接卷轴逃跑 好,六级的一个石头人 要一个什么装备 一人面罩 nice 小Y非常喜欢这个装备啊 倒是回来回来贼快 健身 也是到了三级 Happy这一边呢 Happy这一边的话 刚才没有抓到对手了 没抓到我就赶紧练啊 现在 这个炼金术士的优先级非常的高啊 二英雄还没有到 二呢 三英雄已经到二级了 这一级 确实打飞龙 就靠你炼金术士了 当然乌妖也是非常关键啊 DK的话就喊加油吧 DK这边细节啊 辅修给了DK 三英雄都能打飞龙了 哎 英英抓到了 Happy的英英出的还是比较的早啊 哇 健身又打了一个智力加六 哇 这一集松影练级练得非常的完美啊 这抢点抢得贼舒服 Happy过来 哎呦 黄花菜都凉了 对方已经练完 上来NC好 又干掉一个自爆 哦 关键时刻吹起小Y 想走 门门 要围杀小Y了 小Y 哎呦 好像有点露小风 哦呦 健身 疯狂输出 DK要小心 这边斗花还是要把小Y给秒了 小Y能秒掉不 这边反秒你的英雄 DKDKDK 哦呦 一丝人血 哦 苏云打的真的是刚啊 听说你想杀我英雄 结果呢 自己DK被秒了 好健身 你也别想好过 这一波团战 打得贼刺激 哎 一个DK换一个健身 那接下来谁在战斗力强 哦呦 怎么还是飞龙战斗力强 DK买活 DK买活 但是没有状态 无妖 走走走 好一个人扛着一堆飞龙走 那接下来这里能不能再杀一个小Y 这边乌妖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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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飞龙提前走到你前面 好乌妖表示 这走不了了 宋爷宋爷 还是被飞龙给点射死了 哎呀 这也有一波团战 双方死的英雄有点多啊 这边能不能把飞龙给留下来 飞龙现在能上树 哎呀 你空军不太够 那没办法 飞龙还是撤了 索尹最近打飞龙 确实颇有心得啊 这一波剑胜 秒杀英雄也是很猛 该上的时候要上 该怂的时候也要怂 嗯 好 拼完这一波 那我们看一下 搜尹这一边的话是3.9G的剑胜 即将升到4级 刚说完爬爬4级啦 这一波 神尚啊 暂时没有买迷你基地 嘿 真的是稳啊 先造两根塔 我再开矿 Happy这一边 这个团战死了两次英雄 对方只死了一次英雄 Happy有点腿 那现在还是炼金术士 往上提一提 炼金术士这个英雄呢 对空能力比较的强 然后呢 也比较的肉 但也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他不吃DK的C 是吧 他不属于不死足阵营的英雄啊 C不了他 来 Happy这一波 死是7人口 搜尹这一波 50人口 搜尹又开始炼大点了 来 9G的一个石头人 能不能搞个加12的公爪 好 这边打的是一个战戈军骨啊 非常不错 战戈军骨的话 提高7%的伤害 所有部位提高7% 贼舒服 Happy练744 毒妖的话马上也要到3级啦 这一级 三英雄等级起来 后面打飞龙贼猛 所以 这些收这个点 有没有多余的钱啊 去买点道具 双方现在都在压50人口 那这边塔造好 就可以开矿了 哦呦 Happy这边阴影没有去看见嘛 哦 跟过来了 但是已经晚了啊 塔已经造好了 那既然你开矿 Happy这边也开矿吧 Happy这一局出了两个阴影 一个跟着自己啊 一个跟着别人 好 健身满民你基地了 收银12分钟 开矿 Happy的话好像想过来进攻 我们看一下Happy50大战50 好你基地扔下去 哎 阴影都调皮了 我站在这个位置 你放不下 优主你放这边 你放这边放不下 好 Happy来进攻了 这边撒下粉 阴影解决掉 迷你基地还是放下去了 哎呦 小心 无妖可不前面被秒了 滴滴滴滴滴 哎呦 Happy Happy居然这一波打得这么小心啊 交了一个无敌 没有第一时间交C 他怕C来不及 好 阴影再过去看一下 牛酸炸弹一人 对方的一个部队疯狂掉血 那Happy现在怎么办啊 对手的两根塔已经起来了 不太好上 收银打得非常非常的保守啊 四个自爆 然后五六个飞龙 Happy开矿 这边也开矿 但是受阻开矿确实非常的快啊 剑上过去看一下有没有开矿 这个点侦查完 看看会不会侦查一下这个点位 Happy团战又要开始了 好 但是现在有三根剑塔呀 哇 这三根剑塔是真的硬啊 搞不进去 飞龙 佩塔 真的是舒服 好 这边三英雄甩技能吧 把对方的空剧给消耗一下 哦呦 剑身突然回来 这一到下期 炼金术是差点被秒 幸好有个血病赶紧吃掉 哦呦 这一局这个剑身 有点凶 好 拼到现在 Happy尝试了两次进攻 但是有点不太好弄 是吧 这上头很容易自己英雄就阵亡 那稍微的拖一下吧 把自己的飞矿给拖出来 Happy表示有种跟我在外面决战 不要归缩在塔下面 Soy表示 呵呵 好 这一局Soy玩的非常非常的保守啊 飞龙的精髓 千万不要上头 所以说 为什么Fly非常不喜欢飞龙 因为Fly非常喜欢硬钢 打飞龙千万不能硬钢 该怂的时候 从该尾锁的时候也要尾锁 好 这一波的话 虽然阴影 一切看在眼里 但是Happy拿这边的部队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好吧 接下来Happy自己分换这一边 多造点塔吧 多造点塔 对手都知道造塔 你得造塔 否则你不造塔 对手兵力比你多的时候 过来强强弓 你可能就扛不住了 好Happy 64人口 这边的话是63人口 攻防方面 飞龙 一攻一防 毒飞龙 天鬼 省好了两防 Happy 怂了啊 居然主神防了 主神防 是为了让对方一个自爆 暴补死自己的一个天鬼 健身过来看一眼 对手也开矿了 诶 Soy要进攻了吗 Soy现在66人口 双方人口差不多 我自爆的数量非常的多 空军打空军 只要受足手速快 一般都能占到非常多的便宜 我提前把你的单位给爆 对手说经验值给我 那叫一个爽啊 Happy 接下来怎么整呢 Happy 大部队来了 Happy一切看到眼里啊 直到对手过来 你别说啊 Happy就是自信 他什么的 不存在的啊 我就抱兵给你硬钢 好 七十大战七十 这边技能一交 来来来 武夭挪瓦他一下 可以 我三英雄疯狂的甩技能 有种你上啊 不上的话 我就甩技能 毁灭 吸好了蓝 这个时候毁灭很强 呵呵 Soy很聪明 你既然防守到位 那我就进攻一下你防守伯乐的主框 过来 把这边的献祭声援 好嘞 Happy上了 自爆 往前冲 这边NC甩技能 来看一下 毁灭现在还是比较的硬挺 飞龙的话 这一个一个在掉 人口 Soyin瞬间掉了将近二十多人口 Happy六十六 这边四十八 Happy没怎么掉人口 Soyin这一波溃败啊 Soyin 哎好 关键时候杀英雄 哎呦 没有杀成功 健身还想杀 再一刀下去 再来一刀 吃个血瓶 健身跑 这一波拼完之后 我们看看战随 受阻战随 2700 Happy战随 1100 这一波Happy 大赚特赚 可以 不得不说 提前做好了防守 就是舒服 哎 健身还敢过来 哎呦 Soyin还过来 确实这么多 这么多非 就自爆的状态非常好 对方毁灭状态那么差 直接撞 可以 看一下这二番战 好像健身撞到了一点东西 健身五级 顶个五顶 哎呦 这一波Soyin打得有点聪明啊 好 两个隐隐都在这 都能把健身给秒掉不 健身我跑 我跑 我再跑 跑 好 健身跑了 Happy这一波 本以为 这一波进攻到此为止 没想到对手杀了一个回马枪 好 战随方面 这第二波团战 双方战随差不多 第一波团战 Happy大赚 但是第二波团战 Soyin又打回来了 哎 这一局这个局势真的是一波三折啊 好 评完这一波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经济情况啊 双矿打双矿 这边还有三千多 这边也有三千多 这一局Soyin没有去骚扰Happy的一个主矿 所以双方的经济主矿差不多 分过这边八千八 这边的话是八千六五 倒是这边 居然踩的稍微的少一点点啊 好 现在Happy的话 最好多整几个无敌啊 这剑胜好像有点嚣张 输出非常给力 飞龙 有毒 再加上剑胜的暴击 爆发伤害非常的高啊 两个英雄 一不小心可能就秒掉了 那双方再一次集结部队 为后面的团战再做准备 这边战戈 军骨 要开始出科多了 光环了 研究完成 人口五十一 五十九 双方人口又开始往上冲了啊 Happy这一局打得非常非常的保守啊 再一波盲目进攻了 我要守家 哎 Soyin又来了吗 忽悠 撒一下粉 居然没有撒到 没有撒到这边的一个阴影 哎 看见这里工作了 Happy 家门口都不出来啊 我就等你过来进攻 哇 这一局Happy 打得很小心了啊 没有像第一局第二局一样打得这么奔放 这一局确实很小心 这已经是一比一啊 再收一局就被二比一了 这压力有点大 好嘞 五十五人口 现在Soyin五十五人口 Happy的话是六十七人口 Soyin这边还有一千二百块钱啊 他没怎么报兵 现在在压人口 主动性掌握在自己这里 反正我不想打的话 不死足 也不可能追着我打 到时你追着我 我一不小心把你家的分框给拆了 一刀下去 阴影解决 怎么办 Happy的话还得继续出阴影啊 阴影一个一个被对方给干掉 好 分框这边 造个商店 有了商店 后面的话 嗯 补给方面比较舒服一下 Happy毁灭一飘 哦 他感觉兽子也过来进攻啊 但兽足好像一直没有来 但Happy你一直不出家门 很难受的啊 这商店的盗戒全被对手给控掉了 你看 什么无敌 什么群补 全通给我 Happy的话身上没有无敌啊 只有一本群补 这没有无敌 后面这个团战就非常的危险 一不小心英雄就暴毙 这一局Happy你看 从他的打法 从他的攻防升起来 都偏保守啊 优先升防 家门不出 健身过来了 隐隐一切看到眼里 Happy假装没看见 好上来 哎 爆发一个打破伤害不 我这个健身还是有点肉 不太好秒 那接下来的话 松影一看 你在 在家不出门 那我也不上 是吧 我甚至还想再开一个矿 哎 那Happy要不出个门吧 在家里的话 已经憋了将近三四分钟了 好 Happy行行行 我出门了啊 双方都是75 大战75 这一波Happy要去控道具了啊 这个道具半天没有买 被对手给买光了 哎 搜影这一波过来了 Happy没有阴影在这里 完了 Happy没有发现搜影 你刚走搜影就来了 好 这边赶紧空点道具 健身过来一看 哎 很小心很小心啊 就怕这边有阴影 好 大部队过来 身上没有TP的 搜影这一波没有TP 好 你不在是吧 来 过来杀几个农民 Happy交TP了 好 交TP之后 这边直接撞你的部队 哎呦 就等你落地 或 嘿 撞了一波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团战 团战这边的话 自爆赶紧跟上好 飞龙来了 炼金术石升到了四级 这一波团战 目前起手来看 还是Happy的话 Happy的话小撞 但双方的话 战死都是两千多 道具交的非常非常多啊 来来来 毁灭现在 战斗能力也一般般 主要是没有什么魔法值了 好 飞龙的话四散拉开来 两个人拼残局 拼残局的话 这边 Happy这边三英雄打飞龙很厉害 那 松云这边的话 秒英雄很强啊 秒英雄 我们看一下飞龙 一个一个掉下去 剑圣一直想找DK的麻烦 但DK走位非常不错 好 你英雄走 那我砍你的一个毁灭 毁灭 哎呦 手起道路 有进化 效果不错 喝多 再推给狗子熬突然之间 要秒一下乌妖 乌妖能不能走 一刀下去 再来一刀 乌妖倒下 因为剑圣升到六级 小歪 小歪无敌一顶 嘿 我英雄保住了 剑圣296的一个暴击 继续砍DK DK的话 血瓶一吃 剑圣还敢进去不 剑圣要小心 小歪的话 一丝凶 小歪 幸好奶出来了啊 差点就被秒 好 小歪奶出来了 那现在怎么办 乌妖不在 不死足 没有一个大体的 一个C位输出 那只能撤了 好 你一撤 这边 兽足疯狂的暴兵 飞龙会越打越多 我这一局 收隐的飞龙确实啊 能伸能缩 能屈能伸 打得贼刺激啊 无妖的话去买火了 无妖去买火 这一波的话 DK掩护兄弟们撤退 六级剑圣升了大招 不过现在魔法制不太够啊 应该放不出大招来 好 盒子切掉一个 小歪 他也升到六级了 六级小歪 三级的治疗 三级的一个妖术 这一局 Happy腿来腿了 这游戏打得好像有点难受啊 为什么对手 炉死之凶 哦 好 剑山 一看你分框不守是吧 那我把你分框给打掉 你没有经济 后面也没得玩 那Happy只能硬着头臂上了 Happy现在能硬着头臂上吗 乌妖的话是没有状态的 但不能不上 好 乌妖想上去 那搜尹这边部队调整好 我有六级剑身 有点下来 五一五一 小心 上来一发C 但是剑身又开始定住你了 你们有道具 好 雪瓶一吃 雪瓶一吃 剑身收起道路 还是把乌妖给切掉 那乌妖一切 现在人口63打34 Happy落后将近30人口 无力回天啊 这个剑身一刀下去 DK 一死而选 好 Happy打出接近 我们恭喜搜尹2比1 打完这一集 我们应该改掉搜尹为搜审了 这一集 这个飞龙剑身配合确实完美 好 如果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